早下期,你的嘴真的太大妈圈了 我听一下,他妈跟你一样真的 我看一下这次你怎么把我打得太下去 他的网名叫风云屋馆,人称杨教练 是全网公认的打沙袋模仿泰森最像的人 杨教练平时的工作就是教教孩子们打拳 同时也传授一些泰森打沙袋的技术 他曾经和前职业拳手赵佳琪切磋过一场 后来因湄弓受伤告负 双方约好再打二番战 赵佳琪身高1米84 平时体重75公斤 杨教练目测1米7出头 这个体重的话应该也有75公斤差不多 所以两个人身高虽然差距比较大 但体重上应该差不多少 刚才这拳赵佳琪打空了 杨教练的拳也被防住了 后攻全家前百拳啊 走 放松一点 两边压道 别让他往外跑 对 往右边掐他 对 这一左摆拳也是打在了拳道上 两边掐他 往右边跟他 别让他出来 对 往右边掐他 别让他跑 前攻拳挑头 前攻拳挑头啊 前攻挑头有 别跟他后面跑吧 你没压他 把他堵到脚轮里面 杨教练的之际后手拳算是击中了 但是后续的进攻全部打空 其实我们都知道 泰森最厉害的是组合拳 而不是单发重拳 通过一番战 包括这一场 可以说杨教练缺乏实战经验 因为打过实战的人都不会这么打 大开大合 动作后摇这么大 怎么可能打到人 这些动作都是打沙包打习惯了 打沙包当然很爽很过瘾 但是人是会移动的 会躲闪的 关键还会缓手 锁对再来还有 锁里往负外入山 前攻后摆对前攻后摆对 锁拿好 抓他迎击抓他 对够再来再来 再来对再来再来再来 锁拿好 好再来一次刚刚那个动作 锁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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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教练出拳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 打百拳的时候 是低头闭眼不看对手 而这是出拳的大计 我们看泰森每出一拳 不管是不是挨打 那眼睛都是盯着对手看的 当然你打沙包是可以不用看的 因为沙包是不会动的 晃他前手晃他 晃他让他出 对 再来三万钱一样 对 前攻漂亮 你先晃他让他出动作 晃他 晃他 对 再走 前攻前摆 对于在拳台上的拳手来说 大家知道什么是最恐怖的 不是被对手的重拳击中 而是你用了自认为最擅长最牛逼的拳 打在了对手身上 结果什么作用也不起 杨教练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心态崩了 由于杨教练长期缺乏实战经验 导致体能在这种对抗节奏下 变成大软肋 火光既不如人 体能也差了很多 最终双方打了两个回合就叫停了 至于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结束了 好一把的 卧槽